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裁切 對 那比如說裁切完一條條狀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去裁切它的外型 比如說可能這個 各位看到有這個有紙板 那紙板的話就是 以利用我們來對位 對 那外型裁切出來以後 就可以開始進行下一個動作 對 那這個就是打洞的動作 剛剛各位剛剛看到的那個木槌 就是用在這個用途上 我以為是法官要開庭了 不是 好的 這個是打洞的 那現在這個動作有點像是倒圓角 就比如說剛剛有跟各位稍微提到 是在如果說你的邊邊處理的 不是很好的情況之下 那它就會很像一個菜刮布一樣 會一直拉著 就拉著就對了 對… 很多人買的那個皮革裡頭 反面就是這樣粗粗的 對 這個都是還沒有經過處理 剛剛看到粗粗的地方 才沒經過處理 那你倒圓角了以後 其實它只是一個 你先把圓倒出來 那你還要經過大概六道程序 去把它磨光 拋遠 對… 這樣子才會比較舒適 所以一條這樣子的一個拉繩 或者是項圈大概都要花多少時間 通常來講要花三個小時 因為一條差不多要做三個小時 花很多的精力 然後包括這個是在鎖 鎖那個頭對不對 比如說可能五金配件開始要上鎖了 是 對… 在五金配件上面 你們也特別精挑細選過 剛才其實我們也有談到 對 其實我的配件廠商 他們其實有一點… 怎麼講 有一點討論我們 真的嗎 就是說就是對我們挑選的過程當中 有讓他們造成還滿大的困擾 太假賤就對了 對… 他說一般連百貨公司 都沒有做到這樣子的品質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寧願花更多的錢 是 然後讓這一個產品可以更完整 對… 所以我們都會要求我們廠商 就是價格來講我們可以接收 其實說實在多那三五塊 我們都可以吸收 是 那客人也可以感受到 其實多那三五塊真的不只… 不只是多三五塊 很重要喔 好 你要有什麼話要說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它 這個品牌的東西 產品真的很有質感 是 就我使用上的經驗 就新的我覺得 對 很實在 實在 對 重點是 能夠讓你這麼纖細的女子呢 在掌握住你們家這支幼獎 幼獎大概她四歲嘛 對 幾公斤有沒有蹭過 有啊 有啊 26 你幾公斤 我50 所以你看看呢 真的 尤其它那個動作 只要是一放出來的時候 你真的拉都拉不動 絕對要有一個 應該講說在質感上面 讓我們很夠放心 對 好 我們來看看好不好 當然這個其實 我想其實你們 包括在size方面也都有分 對不對 對 有分 像這是科基嘛 對 這是科基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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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小科基拳 好可愛喔 所以其實當初像你覺得每一條的這樣拉繩也好 或者是景圈拿出去的時候 對 對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感受 或者說比較難忘的一些事情 你覺得 其實 在跟一些寵物主人互相溝通的時候 像我們很多客戶 他們買完以後都會再回來跟我們就是有點經驗談 那他們會有一種 那他們會有一種虛榮心 對 對 還有國外 總共加起來也有20家的一個連鎖墊 對 那其實尤其在這一年多前開始發展出寵物的一個飾品 是 將來有沒有什麼樣的這個期待 或者有沒有更多針對寵物方面的一些研發呢 當然 其實這一個只是我們的有點像是 試水溫的一個產品 那雖然它只是試水溫 對 那我們也是比較希望說可以把它做得更完整 是 那這種經典款式的話它是一個起步 對 那接下來我們會更推出更多的 比如說毛丁款 水鑽款 就是比較讓它更花俏一點 對 那我們的重點會先放在國內 是 那明年度的話我們希望把重點移到日本去 好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 這個也算是為國爭光啦 講到水鑽 我現在手上這個 你看我剛才本來是一條紅色的 是 我現在換上了這個 這個皮飾也是上面有水鑽的 對 要不要講講這個呢 這個好特別的一個設計喔 像這一個 我們稱呼這個產品的名稱叫花邊飾袋 花邊飾袋 對 飾品的飾 對… 袋子的袋 對 它就是依照我們去年度 這是在去年設計出來的一個產品 那去年度很流行就是這種花邊的產品 對 那我們當然做飾品的 總是希望可以跟時尚可以結合 結合 對 所以我們就在那個時候推出了一個 可以跟時尚結合的一個花邊的手環 像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有沒有可能將來也會運用在寵物的身上 因為我覺得寵物如果說 它是…如果說是比較女性的一個 或者是小一點的寵物 其實我覺得他們帶一點這種花邊 然後上面配上這個水鑽 一定會非常的可愛的 對… 所以這是…就其實我們已經有了這樣子的一個基礎之下 那我們開始要投入這種寵物的市場 那我們可以運用這一些既有的一些我們的功夫也好 我們的一些觀念也好 然後慢慢導入到寵物市場 那我們希望將寵物市場做到更… 更蓬勃發展 應該講說希望說把它在每一個面向上面 都能夠做得更OK 對… 好 我們來講講這個狗狗的一個項圈 對… 其實我覺得質感特別好的就是這一塊 對… 欸 摸起來那個觸感真的完全不一樣 然後呢 剛才我還不知道 我想說這個是名字要寫在哪裡 來 我們看一下 就寫在這邊 這裡面都有附上一張小卡片 那就可以寫它的名字 寵物 主人聯絡的電話等等的 對… 所以也就比較不用擔心說 狗狗萬一走丟了 只要碰到善心人士 一定會幫我們帶回來 跟我們聯絡到 很貼心的設計 很貼心的設計 對…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當初很吸引 泯陽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對不對 對… 因為這個應該講說 這個幾乎就是一個全系列的 對… 一整套的一個感受 是… 就是一開始在設計這個 像這個是有點像行李箱吊牌 對 行李箱吊牌 對…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就是 像我有一次出國的時候 在機場看到 對 那就總覺得說 那狗狗是不是也可以屬於 有自己的一個專屬的吊牌 對 那就開始設計 這樣子一個吊牌 好 其實我覺得 在你的皮飾王國裡頭 有好多好多的驚喜 像包括我們來拿一支筆好不好 好 聽說這個筆也是很特別的 要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像這一支筆 它的製作過程其實很複雜 是 那它是用手縫 對… 手去縫的喔 對…一針一針這樣縫上去 將這個皮包在這樣子的一個筆管上 對 那各位看到這個皮的地方 全部都是手染 對 那又手縫又手染 目前就我們所知在世界上來講 比較少有廠商會投入這樣子的一個作業 好 剛才其實我們也把這個網址秀上來了 大家真的如果說想要更了解我們今天所介紹的這個皮飾王國的話 可以去點選一下網站 好 歡迎 相信呢 你們家寵物要選擇的 或者是你自己想要擁有的 以後設計一下 親子的 對不對 狗狗主人的 然後呢 狗狗使用的 把它配套 對不對 對 敏陽一定很期待 對… 好 今天非常謝謝你們的分享 感謝… 謝謝我們又講 又講好帥喔 好酷喔 謝謝… 謝謝你 謝謝 再會 拜拜 謝謝 拜拜